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二分搜索有关的知识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二分搜索常见的应用场景 首先是在有序序列中想要查找一个数 这是二分搜索经典的应用场景 比如给定一个有序数组array 判断整数m在不在array中 做法是先看看array中间的数 如果中间的数等于m 当然直接返回处即可 如果小于m 因为整个数组都是有序的 所以array的左部分的数都小于m 此时直接扔掉左部分 在array的右部分继续进行二分搜索 如果大于m同理可知 array的右部分的数都大于m 此时直接扔掉右部分 在array的左部分继续进行二分搜索 依次进行下去 每次选中的范围都会被砍掉一半 如果范围缩小到0都没有找到m 就返回false 整个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b勾logn 刚才我们展示的是二分搜索经典的应用 但其实二分搜索并不一定在有序序列中才能得到应用 哪怕是一个任意的序列 只要在二分之后能够淘汰掉一半 只需要处理另外一半 这种情况下 其实都可以进行二分搜索来处理的 这一点我们将在题目部分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下面介绍面试中二分搜索常见的考察点 首先二分搜索的思想并不是难点 难点在于如何快速的写出正确的代码 尤其是对边界条件的考虑 边界条件的重点是 在循环中搜索的范围 因为每次都会被减一半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会发生死循环或者漏掉某个数的情况 总之一定要仔细设计对中间划分点的搏击判断 以及设计循环的中止条件 防止出现范围永远不能减小到循环中止的情况 二分搜索第二个考察点是 二分搜索题目变化很多 第一个变化是给定对象可能不同 比如给定一个无重复值的速度 完成某一个具体的功能 和给定一个有重复值的速度 完成同样的功能 两者在二分的细节上是存在差异的 第二个变化是判断条件可能不同 比如在有序数组中 查找等于X元素处在的位置 同样也可以考察 大于等于X元素处在的位置 第三个变化是 可能要求返回的内容不同 比如返回任意一个等于X值的元素的位置 也可以要求返回等于X元素出现的最左的位置 或者最右的位置 或者要求返回等于X元素的个数等等 那么这三种变化可以相互结合 演呈出大量的题目 希望面试者进行大量的练习 熟悉每种实现的方式 二分搜索第三个常见的考察点 是在有序循环数组中做二分搜索 所谓的有序循环数组是指 有序数组左边任意长度的部分拿到右面去 右边的部分拿到左边来所形成的数组 比如数组一二三四五 循环之后可以是四五一二三 或者三四五一二等等 有关循环数组的常考题目 我们也将在后面的题目部分进行具体的说明 这里有一个在代码实现二分搜索时候的提醒 一般我们取得终点的位置 常规的写法是 medal等于left加right和除以二这样的写法 这么写当然足够的经典 但是需要注意到当下标值特别大的时候 left加right是可能会产生一出的 所以更安全的写法应该是 medal等于left加上right-left的差值除以二这种形式 给定一个无序数组array 以知任意相邻的两个元素值都不重复 请返回任意一个局部最小的位置 所谓局部最小的位置是指 如果array0小于array1 那么位置0就是一个局部最小的位置 如果arrayn-1也就是array最右的数 小于arrayn-2 那么位置n-1也是局部最小的位置 如果一个位置i既不是最左的位置 也不是最右的位置 那么只要arrayi满足同时小于它左右两侧的值 也就是arrayi-1和arrayi-1的值 那么位置i也是一个局部最小的位置 这道题最优解的时间复杂度为 必给我落个n 虽然给定的数组是无序的 但是因为其中相邻的数不相等的性质 可以让我们继续用二分搜索来做 如果array为空或者长度为0 直接返回-1 因为这种情况下局部最小是不存在的 如果array长度是1 那么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直接返回位置0 如果array的长度大于1 首先检查两头的位置 也就是考察array0是否小于array1 如果是可以直接返回位置0 同样如果arrayn-1小于arrayn-2 也可以直接返回位置n-1 如果发现两头的位置都不是局部最小的位置 说明array0大于array1 arrayn-1也大于arrayn-2 因为数组中任意相邻的两个数都是不相等的 所以从最左的位置往右看 趋势是向下的 从最右的位置往左看 趋势也是向下的 此时我们可以看看中间点medal的情况 如果处在medal位置上的数 既小于它左边的数 又小于它右边的数 那么medal位置其实就是一个局部最小的位置了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medal即可 如果medal上的数只比它右边的数小 而比它左边的数要大 说明从medal的位置往左看 整个数的趋势是简小的 此时我们可以知道 在medal位置的左边必然存在着局部最小的位置 此时可以直接对左部分继续进行同样逻辑的二分搜索 同理如果medal位置上的数只比它左边的数要小 而比它右边的数要大 说明从medal位置往右看 数的趋势也是简小的 此时可以知道 在medal位置的右边必然存在着局部最小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对右部分继续进行同样逻辑的二分搜索 如果medal位置上的数既大于它左边 也大于它右边 说明左右两边其实都存在着局部最小的位置 此时无论选择哪一边进行二分搜索 其实都是可以的 这道题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二分搜索并不一定非要在有序的数族上才可以进行 只要你在查找的时候发现 我可以留下一半淘汰另外一半 其实都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二分搜索的 给定一个有序数族array 再给定一个整数member 请在array中找到member这个数出现的最左边的位置 这道题我们直接用例子来说明整个过程 假设数组为一二 然后连续四个三 接下来连续九个四 member为三 在进行二分搜索之前 先生成一个全局变量res 用来记录最后一次找到三的位置 初始时res等于-1 如果在二分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找到过三这个数 那么res将一直等于-1 最后返回res即可 那么表示在数组中就没有三这个数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二分搜索的过程 首先找到中间的数 在数组中就是四这个数 此时可以知道 整个有序数组右边都是大于三的数 于是直接在左部分上继续进行二分搜索 然后是找到了中间的数 就是三 那么第一次找到了三 那么令res更新成当前的位置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最左边出现三的位置 所以在找到三之后 我们继续在左部分进行二分搜索 接下来找到中间的数二 此时可以知道有序数组左部分的值都是小于三的 所以在右部分上继续进行二分搜索 又找到了一个三 此时只有一个数了 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更新res的值 搜索结束返回res即可 给定一个有序循环数组array 返回array中的最小值 有序循环数组是值 有序数组左边任意长度的部分放到右边去 右边的部分拿到左边来所形成的数组 比如数组12334 其有序循环数组可以是41233 假设我们在数组L到R的范围上 找整个数组的最小值 开始时L等于0 R等于N-1代表整个数组 首先我们看看array L是否小于array 如果array L小于array 说明其实这一段数组整体是有序的 那么最小值自然是最左边的array L直接返回即可 如果array L大于等于array 说明L到R的范围上其实可能包含循环的部分 比如数组22312 其实就是经历过循环的这么一个数组 此时我们考察L到R的范围上处于中间位置M上的数 如果发现array L大于array M说明最小值只有可能出现在L到M的范围上 因为只有arrayM是循环过的部分时 才会有arrayL大于arrayM的情况出现 比如大家看到的这个例子 数组789123456 那么arrayL等于7 arrayM等于2 最小值1就在7到2这个范围上 那么此时就在左部分继续进行二分搜索 如果发现arrayM大于arrayR 说明最小值只可能出现在M到R的范围上 因为只有当arrayM不是循环部分的时候 才会有arrayM大于arrayR 比如大家看到的这个例子 456789123 arrayM等于8 arrayR等于3 最小值1其实就出现在8到3这个范围上 那么此时就在右部分进行二分查找 如果arrayL大于arrayM不满足 arrayM大于arrayR也不满足 说明arrayL小于等于arrayM arrayM小于等于arrayR 此时又有条件 arrayL大于等于arrayR 说明arrayL arrayM和arrayR三值是相等的 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根本无法继续用二分来进行后续的查找过程 比如数组中只有一个数是1 其他的数都是2 这种情况下 1无论出现在哪个位置上 其实整个数组都满足有序循环数组的条件 此时要找到这个1呢 你只能通过便利的方式 因为1在哪出现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此时用便利的方式 在arrayL到R上寻找最小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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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